来 有请下一位 她怎么了 我上来 我是想跟千玺导师说的 我是你刚刚说 没有打动的那个男老科的女朋友 很厉害 但是没有太打动到我的脸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 所以我想说什么叫打动你 刚刚我男朋友跳了那支舞 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动 反正那个拍子她表达得很完美 她的质感也表达得很完美 她的情绪也表达得很完美 包括她在舞房练习了那么多天 她也很完美 所以我觉得她特别打动我 我不知道 怎么了 我也真的有点傻眼你知道 她在看的时候 哦 哦 哦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一起练舞的时候 太多的心酸了 我每天疼着 每天愣着继续去跳那个 所谓的 你们要的编舞 然后 不是我们自己喜欢的 然后去突破它 可能编出来的东西 没有编舞那么生动 但是我们在尽我们自己的最努力 表达了我们的音乐 我们表达得最好 然后 其实这个舞台上也没有 虽然可能说赛事上面会觉得 Urban选手就觉得对Urban的不太公平 然后 我觉得所有人都在做突破 其实没有Urban不公平 我就是觉得是我们 所有人都是不公平 但是这是个游戏 所以我们很尊重它 我今天上来 我就是想说 它很打动我 我觉得每天的那些努力很打动我 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然后语无伦次 当时我们所有人就是 都是那种 哇 你在干嘛 你在说什么 就听不懂 然后也没有 作为一个舞者应该有的那种 尊敬评委的那种 你知道吗 就我觉得 不太懂 我就想问她一句 就是 在所有的权赏者 谁不努力 所以我觉得她说这句话 就感觉 她 她有多牛啊 不太懂 脾气一下自己的情绪 忽悦 怀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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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對 我覺得 我覺得我有段話 想要對所有的大家說 我覺得 從第一季參加到現在 我就問大家一句 我覺得 街舞是什麼 我覺得街舞是藝術 藝術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感受 對它最真從 最真實 最本質的 那就是感受它 你說你對一幅畫 一個雕塑板的面積 你是 哪怕你不是什麼美術學院的 你不會對它的細節 對它的技術 對它這些什麼勾筆 什麼你有很深的了解 但其實藝術最真實 最給你東西的就是感受 所以我們四個坐在這 其實不是因為我們的 可能技術在舞蹈員裡面 算是一流的 可能我們的舞臺表現 可能並不算是最出色的 但是我們每個人 對我們每個人的藝術成美 我們每個人對我們每個人的感受 我們每個人的不同的 這個喜歡的東西 所以如果說你男朋友 確實跳得很好 但是 今天最打動我的 一個是剛剛穿綠衣服的一個 跳爾文的一個男生 他其實剛開始什麼都沒有跳 因為剛放起來 他把頭一偏 他這個情緒 整個人的情緒入到裡面了 我從最開始就已經開始 鼻子開始算了 還有一個是JC俊 他扣號出來的 他跳別人的自由風格 剛剛朱哥也說了 藝術是主觀的 每個人的這個 對藝術的什麼也不一樣 其實你男朋友跳也挺好的 我覺得就這樣 藝術不是說誰對誰錯 跳舞就是藝術 我覺得芊玺的確說得 非常的有智慧 然後做得很有風度 他一直想表達一個點 其實就是 他覺得他們付出又很多 都很辛苦 並不是你覺得 你付出了很多 你很辛苦 你就覺得 你有勁的資格 哪個選手不是 練了很長時間 他是有一點 就是有點情緒化的 說我們很累 我們付出很多 我覺得 就是他內心壓抑的東西 算想發洩一下而已 有請下一位 有請下一位 狄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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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帥很有法 你待會兒看到厲害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还夹了踢踏舞 真的很陶醉 太帅了 我的天 他也算是小权能 他不只在Laking很出彩 其实我在里面也看到他 别的舞蹈的风格 他就是我的宝 不用评价了 他就是很强 他跳舞是一种享受 你知道吗 可以来我这边享受 你说什么 你说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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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